通过这个考试,有些呢,他们因为工作或者学校的关系,并不方便 还有就是呢,要站在别人面前讲话,其实这个就是有点压力 所以呢,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勇气 虽然是一个成就,可是呢,不一定是每个人都有这个勇气 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呢,这个陈同学,他现在是国中三年级 对不对,好,那国中三年级就通过英俊中级 我们很高兴今天请他们来,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他在准备这个考试时候的一些心得,我现在欢迎他 好,首先我们给他带上这个,这个代表荣耀的这个,这个SOUL 好,再鼓励一下 成定点东西 不太喜欢 当初是在国中,国中一年级的时候进来的 蛮陌生的 因为一开始在不太适合这种不太习惯这种班级 因为蛮多的 然后考考试或是上课时,仍然会不断的进来 那 那个通常因为我个人是在写作方面不太好 还有单字也背的不怎么多 但口说方面比较好 所以在背单字和文法上比较吃亏 啊 看小子和正汉老师他们有整理那个单字 啊有些同学会去背字典 对,对,可是那个增加实力是个好方法 可是要通过影学却不太适合 因为通常 获得的投资报首率大概三成而已 还有考完 呃上完课或是上课前复习和运行蛮重要的 因为 比较能加深印象 我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可是我妈跟我说说心理学家还是什么 有研究过 所以她说就尽量叫我这样做 然后我有经验 因为那时候大概坐在那边 然后有两个大学生吧 啊一个坐在我旁边一个在我前面 然后考完后 考的还不错 可是旁边的考的不是很理想 然后我的前面的考的比他理想一点点 然后他跟我说 你看就是你在混 所以才考输我啦 然后说对啊 因为我都在看海绵宝宝啊 就是昨天啊 好像也太大劲 看什么就那类的 然后他说 哎同学你考的不错 然后我说 哦谢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不过之后 然后那个老师有大概跟我们讲一些方法 啊所以就考的还不错啊 有时候他们那个单字会比较难 所以那个考试成绩会考过40级或50级的那种 就不及格 那时候就被我妈骂 不过之后有好一点 大概70级吧 然后还是80级 我从来没有主持过 所以我妈还是不太难 不过之后过 她就觉得蛮开心的 因为这个单字找难 啊 如果能考到80级的话 庆幸啊 因为你们一定会过的 呃谢谢 谢谢 来 第二 我们要颁一个讲座给他 先生 都是 yap 都 没听到 没听到 我 下 他 他们 我 tal